男主是老师们眼中的问题学生 他不但成绩很差 而且还经常迟到早退 中围打架弄事 而女主是个既漂亮又品学兼优的优等生 同学们都很不喜欢男主 男主看到女主就十分生气 上楼梯的时候 男主回头看时不小心拴了下去 在他后面的女主也一起跌倒了 醒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在保健室 但竟然发现有了胸部 穿着女装相服 还有这漂亮的手 自己竟然变成了女主啊 他们两人身体交换了 男主马上跑回教室找女主换回自己的身体 但竟然看到自己的身体认真上课 同学和老师都觉得他很奇怪 男主马上把女主拉到天台 问他现在换了身体怎样办 女主非常冷静 说自己想到解决方法 但现在要上课 就叫男主等到放学之后 再解决这个问题 既然还有时间 男主也是一个男生呀 当然要好好研究一下这个身体啦 男主还帮了女主解决被欺凌的问题 放学之后 他们二人就是试再一次一起摔楼梯 看看能不能换回身体 但是了很多次还是失败 女主就说其实还有一件事还没事的 当时其实他们亲吻了 女主就直接亲了男主 果然他们成功换回自己的身体了 这次之后 他们就经常用这能力互相帮助 男主要补考的时候就叫女主帮帮忙 不过很快他们就被一个白发男生 发现了他们的秘密 这个男生是学生会附会场 他把他们带到超长线像研究部的活动室 不过这个部门就只有他一人 快要荒废了 所以就引诱男主和女主一起加入 说以后就可以在这里做你们要做的事 亲吻总要个地方呀 大家别忘了订阅按赞和留言了 下集继续